刀子不是第一吗 杨帆别笑 你的目标是超过一声 完了明天打不了 要被辅助搞成对 明天要被对话给 明天节目再超过相云 行不行 可以可以我就是其他压力 樊帆刚到TTG就和九尾互相压力了一波 一开始是樊帆用腰刀压力封销 说她的巅峰赛分数应该向腰刀看齐 后面九尾就开始调侃 樊帆的分数应该超过一声 现在的一声是巅峰前十 而樊帆也不成多让 直接让九尾去超过项鱼 项鱼之前也是巅峰前十 虽然最近掉了一波大分变成了30多名 但这也是九尾很难超过的 要说难度的话 樊帆想要打进巅峰前十并不容易 毕竟辅助位置更多的看的是匹配到的队友 自己改变战局的能力有限 而九尾想要超过项鱼就更难了 九尾的账号至今只有一个大国标 平时她也很少打巅峰赛高分段 樊帆还真的很会找压力点 九尾平时很喜欢开队友的玩笑 对于带节奏也从不避讳 而樊帆也是心知口快的人 此前在狼队时 樊帆对于小胖的失误也一点都不惯着 该喷就是喷 如今到了TTG 樊帆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的话语权 虽然她是三贯辅助 但毕竟TTG对她来说是个全新的环境 想让队友都听她的也没那么容易 还需要一段时间磨合 如果樊帆真的能在巅峰赛打进前十 也算是完成第一步了 最近很多主播和职业选手都在内卷 像是MVP挑战赛 不拿到足够数量的MVP就不下播 狼队的妖刀也参加了 主播方面 明凯更是连续直播了28个小时 才拿到了9个MVP 这还是官方怕出事 让她强制下播了 职业选手如果想挑战MVP肯定就比较容易了 但巅峰赛分数也确实不是说上就能上的 下个赛季 帆帆的表现将会直接影响TTG的整体走向 要是能把风消保住的话 那帆帆的风评应该还会有一个质的飞跃 何类影响